HELLO 大家好 我是台南微光眼鏡的長工 今天我們來回覆 這不只一個網友 大概有 應該有超過十個網友 以上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館長的太陽眼鏡 Notorious值不值得買 OK 其實這個影片我有點 呵呵 因為畢竟我相信 支持館長的人很多 那當然 反正我希望正反兩面的意見都有 那我們今天我們不討論那些其他的 我們只針對於這個商品 我們先講只針對這個商品 畢竟眼鏡這個是我的專業 我們只針對這位商品 來做一個討論 那當然館長有很多商品 其實我自己也有在用 我也很老實講 對包括我 重訓的高蛋白也是合館長的 所以我們不討論其他的 我們只針對這個商品 來看 這是Notorious的太陽眼鏡 裡面呢 這是一個眼鏡盒 然後一個眼鏡帶 裡面就是一副太陽眼鏡 OK 我們先 直接來看 因為其實 他的太陽眼鏡款式出了非常的多 那我是 這個是有一位 網友拿來請我說 他想要把這個太陽眼鏡製作度數 請我幫他處理 那我們稍微來聊一下 那目前以這個太陽眼鏡來講 他的 我們這樣子講好了 我在想 我要怎麼從哪一個切入點去 來介紹這個商品 今天如果說 OK 你需要的是 你的需求是什麼呢 我要的是一副可以遮陽 然後有防護紫外線保護眼睛 我在 譬如說我開車的時候 或者我 外出 我需要抵擋強光的一個太陽眼鏡 這個出發點而已 你並沒有什麼其他特殊的需求 OK 那 他絕對 夠用 也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檢測過他 他以這副太陽眼鏡來講 他的鏡片是一副偏光鏡片 但是 並不是說到等級很高 再來呢 鏡片表面也沒有做任何的鍍膜 但是 以他的鏡片的品質 我在看 還有他鏡框整體的做工 我可以說 以 在市面上來講 可以算是屬於 中間等級的太陽眼鏡 當然 商品這個東西是這個樣子 比上不足 比下有餘 所以我都說 他大概在中間等級的 但是 我們 從他的價位上來探討 他一副只賣780塊 那 如果以這個價位來講 我可以跟你講 他的CP值 超級高 因為 這個價位是我們 一般演進我們零售店 不可能賣的價格 我只能這麼說 那當然 因為 就像館長他的直播 他有去介紹過 他的 他是直接 面對工廠 工廠做出來 他直接賣 不會像說我們 一般工廠不會去面對我們 一般的零售 工廠出來 先給代理商或者批發 批發再賣到我們零售 當然 多了這一層 至兩層的一個營銷 所以價格方面 我說實在的 以這支太陽眼鏡來講 可能 我們零售店拿到的成本 都可能會要高於780 我很老實講 但是你說 他是一個 真的 如果說你要拿 比如說市面上一些比較高階的太陽眼鏡 譬如說像保時捷太陽眼鏡 還是一些像 IC Blink OVVO 這種很高階太陽眼鏡 比那當然沒有辦法比 對不對 第一個 我們先看他的材質來講 他框面的材質用的是金屬 一直用核金的 他不是說什麼很高階很高級那種的材質 當然 現在以我們製作眼鏡來講 可能金屬的材質比較好的 可能就純鈦的 再下來可能稍微不鏽鋼的 比較輕量化比較耐腐實 那他這個是屬於一般的合金 那 表面的處理也是屬於 一般的烤漆 當然 因為為什麼一般來說 太陽眼鏡它的金屬 它的材質 並且比較不會像我們光學框 那麼要求到那麼高 大部分的市面上 我跟你講 八成以上的太陽眼鏡 在鏡框材質上的要求 比較不會到那麼高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太陽眼鏡你不會一天 你除了洗澡睡覺 都戴在臉上 我們光學框是這樣 像我們有近視的人 基本上你早上睡醒 就必須把眼鏡戴上 OK 洗澡的時候拿下來 睡覺才拿下來 你必須戴在臉上 它跟你皮膚接觸的時間 是非常的長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材質要求 會比較高一點 通常像尤其我們台灣 我是屬於亞熱帶氣候 海島型氣候 我們又比較濕熱 那你整天戴的話 通常我們會以純態的鏡框為主 那一般太陽眼鏡是什麼呢 你有需求的時候才戴 對吧 然後再來 它的鏡片呢 這個是偏光鏡片 而且是屬於比較中高階的偏光鏡片 它只是差別在於說 鏡片的再加工 比較沒有到那麼高 再來 鏡片是用的是薄的偏光鏡片 那偏光鏡片是這樣子 你鏡片如果越厚 就越貴 而且當然 你越厚嘛 就比較不容易受到 鏡框扭曲的產生的硬力 或者是光學品質也會比較穩定 那這個是屬於薄的偏光鏡片 所以 我只能這麼說 如果你問我說 以780這個價位值得買嗎 我可以跟你講 它的CP值超級高 真的 連我們一般零售店 可能都拿不到這樣子的成本 如果以這支眼鏡這樣子來講的話 包括它的這個眼鏡盒 等一下我會特別再稍微講一下這個眼鏡盒 所以 我說 我曾經說過 沒有最好的眼鏡 只有最符合你需求的眼鏡 今天如果說我的要求是什麼 我要抵擋強光 譬如說 我們如果有你常常在開車開東西 像常常遇到 譬如說太陽剛出來 或者是夕陽西夏的時候 那種陽光直射到你眼睛 當然 我說過了 加Rivo度膜會好一點 當然如果說你沒有這樣子的需求 像這樣子的遮光度絕對都夠 我可以跟大家講 你在有需要太陽眼鏡的時候 百分之九十的時間 絕對都夠用 那再來呢 譬如說你眼睛是屬於健康的 也沒有什麼特殊的病變 需要用到什麼綠光的 那當然 這也 絕對符合你的需求 所以 如果你 你只是需要一副太陽眼鏡 而且你覺得它的款式 是 你喜歡的 那 它絕對是一個CP值超級高的商品 絕對值得購買 OK 那我們再來 聊一下 這支眼鏡 如果在我 專業的 我們眼鏡上在看 它有哪一些小缺點 第一個 我覺得這是比較可惜的一點 就是說 這個不能算是它的缺點 我只能說 如果它的設計稍微改一下 對於我們台灣人來說 會更 會更適合我們台灣人的市場 怎麼說呢 因為 對 它看起來是一個金屬全框的 可是它的金屬角鏈 因為這個 不是只有這個款式 因為有好幾個客人啊 館長的太陽眼鏡 要求我幫它製作度數 那我都說這個 比較沒有辦法製作度數 為什麼呢 它的這個地方 這個一般眼鏡來講 會在這個地方 會打螺絲 就是說我們可以把這個框 鬆開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安裝鏡片 OK 那它是 因為我看了好幾個款式 這邊都是沒有做 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就是說 它的這個框是沒有辦法打開的 OK 所以它沒有 沒有辦法去製作度數 那我們台灣 這真的近視王國啊 所以 我們遇到了好幾 很多好幾個客人 就是說 它很知識館長 所以它覺得呢 館長素太陽眼鏡 外型它也很喜歡 所以它買了館長太陽眼鏡 然後要請我們幫它製作度數 但是 沒有辦法做 我覺得這一點 是比較可惜的一點 對於 如果說 很喜歡館長的朋友 可是你又有近視 然後你又沒有戴眼型眼鏡 這一點真的 稍嫌可惜了一點 OK好 再來 我們聊一下這個眼鏡盒 我跟各位講 這個眼鏡盒 非常高級 怎麼說呢 我們一般平常看到的眼鏡盒 通常都是這樣子 外開的譬如說 這是一般的眼鏡盒 但是這個 因為這個是裝光學光的 稍微小一點 都是類似像這樣子 那我這個是我 請人家特別去做的 就是說第一個 它是金屬外殼 耐狀耐壓 裡面 內部是貼絨的 OK 就是說 你眼鏡在裡面 正放反放 你不用擔心 鏡片去刮傷 這是我們去設計眼鏡盒 我覺得很實用 而且磁鐵吸附 開合也很簡單 但是 我跟各位講 這個 像這種紙做的眼鏡盒 也是用磁鐵吸附 然後像這樣 整個是紙去做的 這個的成本 會比這樣子的眼鏡盒 高非常多 所以這個眼鏡盒的成本 其實是很高的 所以它用的這個眼鏡盒 我可以跟你講 真的在用料上 真的是不手軟 只不過 當然如果你硬要去挑 它的缺點是什麼呢 它的體積比較大 在攜帶上 可能比較不是那麼的方便 有些有時候 譬如說你可能 太陽眼鏡 平常沒有要戴的時候 丟在眼鏡盒 你可能要把它丟到包包裡 那這個真的會比較佔空間 我們只是說 我們只是去分析說 這個商品的一個優缺點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 這樣子的眼鏡盒的成本 真的會比一般的眼鏡盒高很多 這個是一個 其實在我們在下單製作上 這樣子的眼鏡盒 而且上面還燙影 這個成本是真的很高的 所以如果以它付的 這樣子的一副眼鏡 再加上這個眼鏡帶 跟這個眼鏡盒 相對於它的售價 CP值真的很高 當然 當然 因為你不能去要求說 市面上有了太陽眼鏡 內側有防反射鍍膜 這個又沒有 然後人家表面有加什麼 然後這個人家一般 現在很多太陽眼鏡 材質用到了不鏽鋼 甚至用到了純鈦 這只是用的是一般的合金 你就覺得它不好 我們看商品是這個樣子 我用比較簡單 用一個大家比較好理解的一個比喻好了 今天喔 館長這副太陽眼鏡 它可能 它賣給你的價格 是Toyota的價格 可是它給你的 是Lancers的等級 這樣子有沒有比較好理解 也就是說 它的商品本身 如果在市面上零售的價格來講 不可能是780 甚至是至少是一倍以上 最少喔 我講 如果說 譬如說 以這樣子的一個包裝 這樣子的太陽眼鏡 加整體這樣包裝 如果說在我們一般零售店來講 我可以跟你講 1500以上 絕對跑不掉 以正常來說 正常來說 絕對跑不掉 那 以780的價格來說 我覺得CP值真的很高 當然 你 我就說過了嘛 它用Toyota的價格 賣Lancers 你不能要求說 你這個又沒有比法拉利好 我不能這樣子比吧 所以這樣子應該 會比較好去了解 所以 總結 有需要太陽眼鏡的朋友 那如果說 你的需求沒有很特別 就是一般日常遮陽 開車 或者是你要去釣魚 水上活動 OK 沒有特別的需求 款式你覺得喜歡 它絕對值得你購買 就這麼簡單 好 謝謝各位